最近的娱乐圈是越来越热闹了 不是电视剧不断上心 就连剧的奖项也开不停 刚结束百花奖 这部金英奖又开始了 那这次最佳男女主又能花落谁家 能拿到这一金英奖的奖杯 对于演员来说也是莫大的肯定 而对于最后能花落谁手 还在进行激烈的投票 不过有的演员手握两部剧在手 或许男女主就出现在他们 他们之间 而且他们最近也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像刘亦菲的《玫瑰的故事》 胡歌的繁华 张若云的《庆余年2》 都是最近爆火出圈的电视剧 热度高不说连演技也十分抗大 根据目前的投票情况 以及入围的电视剧 来预测一下谁更有望多的桂冠 一 金晨 今年一开年 金晨主演的电视剧 拿来北网便冲进观众的视野 金晨在里面饰演的马燕 这部剧既有悬疑 还有人物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相当的立体 而且连评分也有7.2分 可见其观众对于金晨 这部电视剧的喜爱程度 不过相对来说 这部剧女主的出圈程度 远远不如女配江炎更出圈 毕竟那一抹红 直到现在还是不少人心中的朱砂质 而金晨在《平凡之路》里面的演出 仿佛更适合她一点 不论是气质还是光鲜亮丽的外表 更能释放金晨本人的魅力 这部剧的评分属实也不低 就看观众的喜爱度 二 刘亦菲 近几年的神仙姐姐 感觉完全是杀疯了的存在 且不说提名的两部电视剧 就连近段时间播出的《玫瑰的故事》 一经开播热度直线飙升 刘亦菲剧中不仅是美丽的存在 就连演技也没得挑 无论是在电视剧 梦华路李女强人的赵盼儿 还是去有风的地方 找寻自己的许红豆 神仙姐姐都深度刻画了每一个人物 不过这两部剧的评分相比较而言 评分不算是最高的 但刘亦菲也是一个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三 闫妮 闫妮提名的电视剧 相较于刘亦菲的热度而言 那可就无法逼拟了 可闫妮的演技着实是没话说 老戏鼓一出手 再尬得长也能玩得转 在电视剧《我们这十年》中 闫妮饰演的是一个主任 工作中的踏实气场全开 就连眼神看上去都很有威慑力 可私下里的她 完全变了模样 不仅喜欢小动物 爱跟小动物互动 甚至站在无人的舞台中间 开嗓便沉浸地唱了起来 咱就说这松弛感难捏得死死的 四 赵丽颖 赵丽颖 这位娱乐圈的当红女星 她的热度与演技都让人无法忽视 她的入围金英奖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无论是风吹半夏还是幸福到万家 她的表现都备受好评 尤其是她在风吹半夏中的演出 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演技 瞬间拉开了她与其他85话的距离 不再沉溺于所谓的少女形象 开启了属于赵丽颖的风神之路 她的角色深入人心 让观众看到了她多面的演技 和深厚的情感表达 赵丽颖不仅是演员 还是监制 她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她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要求 不仅在演技上追求完美 还在制作上力求创新 她的作品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物塑造 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剧中 赵丽颖拒绝美颜绿镜 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虽然脸上的沟壑显得明显 但她的演技却更加生动 她站在高处 吹着风 两眼含泪地诉说自己的情感 这一刻的赵丽颖 现身演绎了什么叫繁华过境的悲凉 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 无论是站在雪地里 眼神含着泪花 还是坚定的眼神 都诠释了一个女强人的心路历程 她的情感表达真挚而深刻 让观众无法不被她所打动 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演员 不仅要有出色的演技 还要有敢于展现真实自我的勇气 她的每一次演出 都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角色 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角色 我们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 5.李庚西 李庚西 这个名字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 但她主演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却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这部电视剧的评分高达9.4分 光是评论的观众就有100多万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火爆的作品 漫长的季节中的李庚西 与蒋齐明的对手戏尤其让人动容 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情感 让人看得眼泪直往外貌 在剧中 蒋齐明被抓走后 李庚西头戴着针织帽 一身土黄色的衣服 手里抱着一个破包 两眼含着泪看着地的 整个破碎感拉满了 李庚西虽然年纪尚浅 资历也不够深 但她在漫长的季节中的表现 确实有足够的实力 让她成为了金英奖女主 提名的大热门 她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 让人对她未来的演艺道路充满期待 或许她能成为 本届金英奖的最大黑马 除了李庚西提名的最佳女主 还有最佳男主被提名 男演员们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 每一位提名者 都有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最终谁将获得最佳男主角的荣誉 实在难以预测 李庚西和男演员们的竞争 让本届金英奖的悬念倍增 无论是李庚西还是其他提名者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演技和努力 证明了自己在演艺界的实力 我们期待着本届金英奖的结果 同时也期待着李庚西和其他演员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一 陈晓 陈晓 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此次凭借三部作品入围金英奖 其中一部是与刘亦菲搭档主演的孟华路 这部电视剧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般 而陈晓在剧中的演出更是颇具大将风范 令人印象深刻 在《孟华路》中 陈晓饰演的角色既有冷酷无情的顾指辉 又有深情款款的顾指辉 他与刘亦菲是赵盼儿的对手戏 更是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他们的眼神交流 仿佛能拉出死来 让人不禁想要谈一场恋爱 在剧中 顾指辉对赵盼儿的爱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坐在船头 眼神始终离不开小楼上的赵盼儿 那奋不舍和深情 让人动容 他甚至温柔地拉着赵盼儿的手 细心地给他洗手 嘴中还说着甜蜜的话语 仿佛是抹了蜜一般 陈晓在剧中的表现 无论是深情款款的顾指辉 还是冷酷无情的顾指辉 都让人难以忘怀 他的演技 让角色许许如生 让观众能够感同身受 这部剧的评分也不低 达到了7.9分 再加上陈晓不俗的演技 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是很有望冲击的 陈晓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演员 能够通过自己的演技 让观众产生共鸣 他的每一次演出 都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角色 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角色 我们期待陈晓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 2.胡歌 胡歌 这个名字在娱乐圈中 早已视频至于实力的代名词 这次 他凭借在全王火爆的电视剧 繁花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误为了金英奖的奖项 在此之前 他已经凭借这部剧 金拿下了白玉兰奖 最佳男主角的殊荣 这次他能否再下一程 实现双冠王的壮举 成了无数粉丝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繁花这部剧的来头不小 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指导 本身就自带光环 而剧中的配角阵容 也是相当豪华 不是经验丰富的老戏古马伊丽 就是实力派演原心之类 甚至还有老艺术家 有本昌的加盟 他们的演技让观众直呼过瘾 畏惧及增色不少 在繁花中 胡歌的演技 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饰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让人难以忘怀 明明已经是不惑之年的他 却依然能够在他的身上 看到那份难得的少年感 那种对生活的热情 和对爱情的期待 从他的每一个眼神中流露出来 让人不禁感叹胡歌的演技之精湛 剧中的一幕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胡歌站在车上 朝着楼上的汪小姐发出邀约 他的眼神明亮而充满期待 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少年 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这一刻 胡歌的演技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只想跟随他的脚步 一起探索繁花的世界 胡歌在繁花中的表现 不仅让他再次成为了 奖项的有力竞争者 也再次证明了他作为演员的 多样性和深度 无论这次金英奖的最终结果如何 胡歌都已经用自己的实力 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他的演艺之路 正如繁花一般 绽放出多彩的光芒 尤其是光照在他的脸上 仿佛那一刻他已经不是胡歌本人 完全变身了阿宝 金英奖的最佳男女主题名出来了 但是最后谁是最后的赢家 尚未有定问 在这么多提名的演员中 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演员 又或者有没有大家很喜欢 但很遗憾没有提名的演员